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第一个 杨栋梁 体育稀开始自动地缴整 缴整到一个漫长 细游甚至不呼吸的状态 因为到最后你要起于能吸 因为我们在胎里边是没有外呼吸的 就是我们孩子回归到胎西的时候 在肚子里是没有肺呼吸 他的身体会自动地 调整一个内息出来 当你的外在的呼吸 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的时候 人就越来越紧 就很沉浸了 然后内息会掉度起来 内息掉度起来的时候 你会同时出现暖啊 凉啊 就是头顶会清凉啊 身体会突然出现暖向啊 这就像开始进入一个 比较就是比较 很多人休息 就是尤其其他道家 或者很多觉得 这个是蛮舒服的了 就不想下座了 身体会柔软 因为一冲暖向的时候 就像孩子一样的 那个身体特柔软 你一般不想下座 你坐个10个20个小时 你就像谈子 就像三四个 三四十分钟 就是时空会缩短 就是你在坐地上 你会觉得叉叉 这些很多时候就过去 就很舒服你进座 你必须就是说 一般它这个症状就是 我们这个肢变来自于 外呼吸的逐渐逐渐的弱 停下来 一般所有的 你看一个人 要是入定了 或者入定了 他的外在的呼吸 都会很绵长 细勇 最既往 然后你看见他 好像不呼吸了 那个时候他几乎没有杂念 因为没呼吸怎么会有杂念 人死了怎么会有杂念 是吧 所以他的呼吸一定是 很长很细很远很慢 一直到如如不动 几乎鼻息 鼻息都感觉不到了 拿一个小鸡毛 拿一个细细的头发 放在你鼻子底下 你才能看到吹动 这个时候差不多入定了 然后呢 你的 如果你在游戏三位 你不是像阿罗汉一样 直接灭进一切 去修那个法的话 你的身体的感应就开始了 这个时候你知道 身体的内热 你会发现 很热 暖暖的内热 那种热是 热的 就是能把你身体 你觉得你好像几千度的烫 就是烫 甚至说屁股底下烫 但里边不会烫 但是呢 它那种内热起来很舒服 你知道整个身体会柔软 像婴儿一样柔软到那个程度 就是腿脚啊软的 就是骨头全部很软 然后很舒服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然后头底会一会儿就是凉啊 但是这个还在死 就是说最粗的状态里 很粗重的 有深的状态 身体啊 那个没关系 始终还在绝授里面 但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身体的一些素脊啊 有些疾病啊 素脊基本上会直都 翘过来 嗯 这都会就就会致病了 嗯 如果没到那个时候 就基本上致病效果没那么强 这个都要靠在坐垫上练 行主坐卧里边也能入地 在心性上能开悟 但是要吸脉能量达到这个状态还是比较难 它需要入不动地坐在坐地少 你就是就不要动 嗯 嗯 像这种感觉还出去就能出去感受 对对 而且少吃东西 我觉得容易入定 嗯 吃多了撑着坐在那楼船就不行 嗯 少吃一点 不 你吃东西一定要 你慢慢吃 吃得慢一点 然后呢 吃到七八分的时候 你突然觉得自己饱了 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的 你放心 他说饱了 不要再吃了 下一口就 绝对不要再放到嘴里 就这么习惯 习惯习惯 你吃的 你的量就正好 嗯 或者越来越少 反正入定的话 你就稍微 就是脾微空一点 好一点 嗯 但也不是绝对的说不吃啊 就是不是这样子 有时候你绝对的不吃 有时候对刚开始修炼的人 就很饿 做的饿得做不做 哈哈哈哈 坐在那流口水 就是乱想 苹果 什么东西最好吃 这个世界上 就像大家闭哭 在官房里 哎呀 每天坐在那儿想 啥东西好吃 出关地都吃啥 就那些 太饱了 哈哈 太饿了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